行政院昨天拍板国道收费员补偿方式有解 让这些抗争两年的收费员欢欣鼓舞 但是传出这件事情的关键转折点 就在于近日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林全亲自出面 与远东集团总裁徐旭东协商 要求徐旭东一起买单 虽然徐旭东昨天也回应并非照单全收 但是此例一开 篮尾也酸了 说政府完全就是被捞团绑架 国道收费员抗争两年 新政府一上台就拍板确定补偿方案 传出转折点就是蔡英文和林全 亲自找上了徐旭东要求她一起买单 跟着政府走 政府在这个时候需要领导 我们也应该多听政府意见 那是不是选前就已经都谈好了 那只是选后来买单 为了兑现选前承诺 兰尾质疑双方选前可能早就巧好 但看看蔡英文上任还不到百日 劳工抗争遍地开花 华航罢工 抗议的SOP很简单 提出诉求然后政府点头买单 不论是从6月23号出访前一天的华航罢工 到7月20号一例一休 从强硬态度到暂缓 甚至国道收费员诉求也全面接受 我觉得还要看它处理的一个细节 如果你事情都让政府来买单 这个当然不行 这个我也反对 专案的补贴的门一旦打开之后 未来可能很多其他的专案也都会有 全民来买单是不是恰当 新政府倾听民意是好事 但就怕未来演变成会炒的孩子有糖吃 况且抗在资方眼里恐怕也很不适滋味 劳资双方间存在微妙关系 还得看新政府如何巧妙取得平衡 欢迎新闻苏云宽谈一轮 台北采访报道